一次要两台车同时完工 这一台的话是这种太空银 是三代卡里面比较帅的一个新的颜色 这次的话上面已经做了咱们的防滚了架 还有这个设登已经做完了 然后这边的副粮也已经放上去了 到时候会做副板 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整个箱体已经放上去了 因为这台比较早急嘛 马上要过来提车了 放上去之后旁边也是要做完副板 现在还没做就是马上要完成 同样也是防滚了架正在完工 已经做完了 上面在做一些四宽灯啊 这一些细的工作 细的工作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次的话车漆同样还是改了这种黄豹的车漆啊 然后是方窗金属的方窗方门 等到时候做完的话会比较的好看啊 等一会我给大家看看类似 类似的话也是一个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个布局的啊 有上下铺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好 我们等一会到车底来看一下 我们进到类似看一下 它这个是油木的地板啊 这个实木的地板可以看一下 进门处的话是一个大雨的这个山深的普通洗衣机 这边是面板 这个面板的话呢也是咱们的专门定制的啊 不锈光的 上面是大金的通条 家用通条 有变动的吊床 这边是一个U型卡座 这个U型卡座这个布局是非常的经典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克罗马的一个热水器啊 前后都做了通舱 这个坐的通舱之后呢 这个车就可以三到六座了 这边有电视机 音响 包括这边的咱们的料理台的位置啊 给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 这台车子嘛 不是做了这个金属的方窗方能啊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个窗户还是比较漂亮的 它是松成的夹胶玻璃 隔音效果是比较好的啊 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的话有咱们的电动满红 淋浴花洒 当然这个是水能够集合在一起的啊 看一下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空间也是比较大的啊 这两个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后边的话是一个典型的上下铺啊 上下铺的尺寸是80 这边到时候会放一个冰箱 这个冰箱是150升的 因为这个车子还没有完全做完嘛 到时候做完了之后呢 我会拍一个详细的视频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包括这边沙发什么全部都放好了之后的样子 具体的情况呢也就这样子 我主要给大家做一个资讯 让更多的车友们了解我们车子的具体的进度 好 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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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